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散经营小农户怎样对接大市场 欢迎回来 春暖花开 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访春耕生产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要加快培育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 为一家一户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 同时要做好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眼下春耕逐步展开 怎样为小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 小农户又能否借助社会化服务实现华丽转身 跟上现代农业发展的脚步呢 来看记者的调查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威海市文灯区的 高村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 那据我们了解呢 像这样的社会化服务中心呢 在文灯区的12个村镇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中间全 前后 记者到的时候 正好赶上村民在排队办了业务 原来是村里组织的妇女劳动技能培训 今天发放合格证 我拿的是椰子护理证 椰子护理证 我听说是新上的新手 这个初级的嘛 都是五六千 采访中大部分村民表示 他们更倾向于外出务工 那眼下正值春耕 家里的地谁来种呢 我们正是高天公司 只能帮助我们 把这个地啊找业人 帮助你中 帮助你社会 而且还能帮助你 高村镇将原有的社农部门 集中在一起 成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 同时组织成立镇办农业服务公司 以行政加市场主体的形式 开展土地流转 土地托管 教育培训和农安监管等 十余项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村的这个土地啊 另外呢 农村的这个空心化的这个 现象也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就开始让村干部 组织村民进行土地流转 在土地流转的过程当中 我们衍生了一些这个服务 在高村镇除了外出务工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 也比较突出 据统计 高村镇半工半重劳动力 占40% 60岁以上人口 占到35% 高村镇的土地撩荒面积 曾经一度达到10% 为了解决无人种地的问题 服务中心将闲置地块集中流转 那么流转过来的土地由谁来种 如何经营呢 据村民介绍啊 我身后的这片坡地呢 之前就存在着一些土地撂荒的现象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里已经建起了一座座的大棚 那大棚里今年种植了什么 现在的土地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这些大棚里种植的 是近年来热销的大樱桃 种植户孙毅春 来自辽宁省瓦房殿市 那么 种植大樱桃的投入产出情况怎么样呢 孙毅春选择在高村镇投资樱桃种植 除了气候条件适合 很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这里配备了基础设施 村主任介绍 这里原来是山坡地 重粮的产出并不高 为了能够招商成功 这里将地块进行平整 配件了水电等基础设施 这样每亩300元流转的山坡地 就可以租到800元一亩 增值的部分 扣除每亩200元的投入 剩下的部分是如何分配的呢 那么土地流转之后 村民的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大棚里我们遇见了村民牧民华 今年已经70岁的他 偶尔在大棚里干点灵活 他告诉我们 他家流转出的地就在这里 在牧民华家里 他向记者展示了 自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流转出去的粮木土地地租共计600元 加上年底每亩200多元的分红 总共可以收入1000多元 前后对比 牧民华怎么算这笔账的呢 今年牧民华和老伴决定 只留一小部分地自己种植 用来满足自家的日常所需 随着土地流转 各种专业种植合作社也多了起来 村里的一些青壮年劳动力 也在合作社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 沙流村的村民孙德志 把两亩地流转给了 西红市种植合作社后 就开始在这里上班 孙德志 今年又将剩下的两亩地 流转给了村集体经营 目前高村镇土地流转面积 达到了1万亩 其中没有招商的土地 由村集体来经营 那么经济基础薄弱的村集体 如何来开展土地经营呢 中心就委托高田农业服务 像公司 它来给我们村集体担保 所有中间的出现的费用 全部由我们公司来给你垫资 然后在收成以后 扣除完费用以后 我们收取10%的 垫付资金的一个利息 然后剩下所有的资金 全部返还给我们村集体 高村镇通过土地流转 让一度撂荒的土地 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而耕地托管服务 则让小农户的生产 变得更加急约 高效 在高村镇 传统的一家一户耕种 一步多见 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化的农机作业 公司提供的社会化服务项目 主要包括开展土地全托管 和半托管业务 根据生产环节 提供从种到收的菜单式服务 同时也提供农资产品的供应和配送 粮食的收储烘干等 全程化服务 对于服务公司来说 在规模效应下 开展农资销售 和提供各类生产性服务 相比小农户单打独斗的生产方式 成本相对降低 在保留一定盈利空间的同时 还能向农户让利 那么农民选择管服务的 投入产出情况如何呢 以高森镇2018年 小麦托管种植为例 农民每亩需支出 托管费用251元 农资投入244元 合计投入495元 2018年 当地小麦收购价格 每金1.25元 以每亩最低产出500斤计算 每亩收入625元 再加上每亩国家粮食补贴125元 每亩共计收入750元 减去495元的投入 农户每亩盈余255元 除此之外 由于农户从耕地上解放出来后 大多选择务工或从事其他产业 由此带来的收入 再加上耕地托管的收益 远远超出了农户 以往单纯种地的收入 因此 目前高孙镇的耕地流转比例 达到20% 而托管比例 则达到了80% 土地流转和托管 提高了小农户 在农业生产环节的组织化 和现代化程度 那接下来 又该如何实现小农户 与大市场的对接呢 现在我们来到了 张家产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 西洋深的交易平台 我们发现啊 这里的社会化服务 已经从解决 谁来种 怎么种的问题 进一步的延伸到了 农居农产品 怎么卖的问题 张家产镇周边 有5.5万亩的西洋深种植区 上千的种植户 为了改变 以往零散贩卖的销售方式 这里通过 社会化服务中心搭建平台 专门从事西洋深的大宗现货交易 及西洋深预售交易 那通过咱们这个交易平台 交易的话 它有什么优势啊 工作人员到地头上去认证 认证以后啊 认证的结果都上传到平台 种植的数量 位置 销售的期望值 都包括在里面 为实现品牌化发展 从源头把控西洋深品质 张家产镇专门出台政策 引到农户提升种植标准 在一对农战 四年深 达到有点标准的 就达到这些 我们就给你不信 我们现在已经法方 不仅是150号 在服务中心各项政策的引导下 如今张家产镇 种植四年生西洋深的农户 越来越多 并且出现了一些规模化 标准化种植基地 这个深度讲 现在已经涨了 今年是第五年 第五年应该是 它的营养价值到了顶峰了 我们种的时候 不用动物粪便 用豆泊 海大根粉 够提高西洋深的人身造干 服务中心还为面积 达到20亩以上的 西洋深种植户 免费安装实时监控设备 刚刚完成安装的 种植户孙力军 来到服务中心 学习如何使用这套设备 原先你平时 你一天两天去一次 现在在手机上 你就可以查看 免费到 这个渗口流流水 和检控人 这原来是不可能的 在为农户提供西洋深 标准化种植服务的同时 服务中心又进一步 为种植户提供免费检测 和仓储物流等服务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西洋深的仓库 这里是张家产生的 社会化服务中心 为农户们免费提供的 集中仓储空间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各家客户的存储情况 蔡亮庆 蔡亮庆 蔡家是五件 五件 他的种的比较少 各家各户的集中起来 统一仓储 这个是送来一张 送来一张 他家31件 都是四年的 达标 服务中心为农户提供 统一检测 统一认证 统一包装 统一仓储 统一物流 统一销售的六桶衣服 为推动西洋参产业化发展 服务中心积极引进 身家工项目 进一步增加 西洋参产品的附加值 与此同时 文能区其他村镇 也根据特色 开展以标准提升 交易升级 产业增值为目标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 我国七成的更例 由小农户经营 这种状况 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有效对接起来 成为做强中国农业的关键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有机衔接 是一个系统工程 目前最应该做的 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高农民素质 让他们懂市场 懂技术 懂经营 成为能够驾驭 现代农业的现代农民 二是推动多种形式的 合作与联合 使农户获得更高经济收益 提升竞争能力 三是推进农业的服务全程化 帮助小农户 结本增效 勤整农田盲春耕 秋葵播种正当时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山东省莱西市江山镇 今年这里的春耕 跟往年不太一样 一些种植户 今年调整了种植结构 改种了秋葵 这几天他们正在地里忙活着 对于种植户目来说 秋葵种得还顺利吗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一大早 村民王志涛便和乡亲们 在地里忙碌起来 农机手开着拖拉机 打完笼以后 乡亲们有的忙着附魔 有的忙着播种 正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附魔机突然停摆了 这个拖拉机走到那个地方 就是陷进去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你那个用刹头 用刹头转过来 这个地方压一下 看看怎么样 王志涛发现 附魔机的两个前轮 深深地陷进了土里 由于土壤有些松软 靠人工拉是肯定不行了 王志涛赶紧让正在打拢的拖拉机 过来帮忙 上我前上 来 我在堵 好好好 特厉害 王志涛说 秋葵和别的作物不一样 它对土壤的有机制要求更高 需要轮缠播种 也就是说 之前种过秋葵的土壤 短期内就不能再种了 为了种秋葵 大伙今年清理出100亩土地 但是其中有10亩地的 土壤板结问题比较严重 为此 王志涛专门请了专家 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你现在既等着种的 马上就要种的话 最后的优秀的办法 是干什么呢 也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加了一个女份 你不是养的女吗 加了一个女份 拉上 扑杀进去 这样的话 能接下土壤的结果 效果能比较快 既快又明显 又从草气来看 那么你最后的办法 就必须地施行 解割环切 听了专家开出的药方 王志涛马上联系了奶牛养殖厂 不一会儿 一辆牛粪抛洒车来到了地里 看加了这个牛份以后 立马变湿了 对 这个牛份本身 它就有水分了 刚好我们这个板结的 这个土块是非常硬 正好这个水分 把这个土块给种和了 那我们明天 校尔会更好 我们再用旋梗里 给它打一遍 就成了那种粉状的了 土壤板结的问题解决了 王志涛心里的一块石头 落了地 秋葵终于顺利 种进了地里 据了解 由于附近的近千亩土地 普遍不太肥沃 为了种好秋葵 乡亲们没少动脑筋 但是在改良土壤的问题上 大伙就琢磨出不少方法 一个农牧结合 这样一个生态产业店 那我们这边有奶牛 牛份呢 经过我们这个给它发酵 发酵以后投到地里去 变成很好的肥料 还有有机制 那地里面呢 长出来的庄稼呢 包括小麦啦 结果啦 玉米结果啦 我们都通通拿回去 给奶牛 给它过腹还田 给它当粗粗料 由于形成了良性循环 再加上保护性耕作 大伙对种植秋葵 都很有信心 虽然刚刚种下秋葵 但是已有加工厂 下单订货了 因为这个秋葵吧 它是本身的负价值 非常的高 还可以做一部分 脆秋葵 当做零食吃 当茶点 也是很好的 那剩下这些秋葵的接杆呢 我们会把它收回去以后呢 粉碎加工 当做奶牛的资料 我们全程没有一点浪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三农时序 4月29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复 主持召开不常务会议 会议强调 部系统全体干部 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 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不懈深化放管服改革 强化公共资金资产资源等重点领域监管理 坚决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要紧盯脱贫攻坚 设农补贴重大项目 部署单位所办企业等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和关键岗位 加强日常监督严肃查处 违继违法腐败行为 日前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会长会议 即循环经济推进乡村振兴高峰论坛 在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举行 会议提出了让循环改变世界的绿色倡议 重点是促进循环经济转变发展方式 助力脱贫攻坚 一会领导专家提出 农业龙头企业要围绕环经济发展 纵向延伸产业链 横向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构建农业种植 生物发酵 生物副产品 农业种植 养植 生态工农业观光的 循环经济产业链 形成工农业自然循环 产业深度融合的循环经济新模式 与会领导专家参观了当地一家 国家级龙头企业的生态农场 有机肥厂 生态工业园 这家企业通过实施就业安置 招农禁援 项目扶贫 种植 养植 生态议题等 解决了3000多名农民就业 让200多建当利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记者日前在山西省交口县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近日将有50万磅俊磅被陆续运往韩国 俊磅的出口是当地对外贸易出口额 实现零的突破 据了解 交口县在脱贫攻坚 培育现代化农业的背景下 因地制宜积极发展香菇产业 截至2018年底 当地食用郡达到3000万磅 覆盖全县7个乡镇和60%的行政村 年产量达到2.5万吨 实现产值3亿元 带动4200多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来再读多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居家三中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